第三次提如图为一个电源与三个灯泡L1 L2 L3连接而成的电路 流经L3的电流I3等于4安培 流经L1 L2的灯泡电流分别为I1 I2 电路中的总电流I等于10安培 则下列关系何者正确 这个图形上面并没有电阻也没有电压 所以我们不可能真正的去用R等于I分之V等于IR去算出所谓的电流有多少 这题要考的就是电流的串联跟并联 我们看到L2跟L3两个是串联的 所以他们电流会是一样的 我们的L3的电流是4安培 所以又表示呢L2的电流也是4安培 那么我们的总电流是10安培 流过来的时候缤分两条路 那么我们这样是并联 并联的时候总电流等于分电流相加 总电流是10安培 这里有个4安培 所以这边应该是6安培 所以6加4会变成10 所以I1电流是6安培 L2 I2电流呢是4安培 因此第三次提问我们说 则下列关系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I1等于6安培 大家都应该给你 IDI1 C 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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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1